明镜推荐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要 敬请锁定 冬奥证明公投的联署已经成案了 那么两岸第一螺旋在上升当中 这个风雨欲来要如何面对 好这个8月31号 是台湾的这一波公投联署 第二阶段的联署的截止日期 那么从9月3号昨天开始 那么中选会就开始受理 由各个联署的推动的单位 提交给中选会 他们的联署的公投的票数 那么其中最受瞩目的 当然就是这个冬奥证明公投 因为他们要推动 在2022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改名 又不再用中华台北 要用台湾的名义来申请 来加入 那主办单位说他们已经递交了是52万6688张这样子的联署票了 那按照规定是需要28万张 所以呢他已经超过了这个规定的标准 那接下来中选会要进行有效票的一个审核 一般可能3到5%会有做一个淘汰 但是呢52万已经将近28万的两倍 所以你几乎可以说这个案子就是成案的 好这个成案但是呢 其实为什么他跟两岸关系有很复杂的一个背景 其实这个冬奥证明的联署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一个瞩目 那么我们看到事实上在直到7月24号 这个所谓的北京动透过这个亚澳会的一个主委会 那么这个把台湾的东亚清运的主办权 这个拿掉 在这个之前 7月24号之前呢 整个冬奥证明啊 那么他的一个联署大概只有不到10万票 距离28万还很遥远 而且当时啊 离这个时间已经不到40天的时间了 所以当时大家会认为说 这个案子大概就成不了 因为联署过不了 过不了一个背景 其实也是因为当时的民进党的政府 包括国会的部门 党部的还有政府的部门 基本上对这个提案是能处理的 那么刻意的不让党籍的公职人员 去参与到联署啊 甚至说拒绝 尽管他没有公开出来 呼吁全民不要去联署啊 但是他在党内的部分啊 他管得住的部分 他是基本上都没有让他去联署 所以当时这些推动的这些民间单位啊 还非常的抱怨啊 非常的抱怨 好 结果我们又想到在 后来啊就有一连串的两岸的事件了 一个就是 让这个公投联署像做直升机一样的 像吹热气球啊 就不断的上升啊一个就是 7月24号刚讲到的东亚清运会 那么被亚澳会主委会 由中国大陆主导的啊 把这个主办权拿掉 他的理由就是说 因为台湾有一个公投啊 东澳证明公投的提案在推动 那么如果说到时候 在东亚清运如果继续在台中办的话 到时候会对整个的这个 这个会晤啊会造成很大的一个 不可测的一个风险 用这个理由就把他调了哈 那就带来了一个第一波刺激 后来呢再来就是8月12号13号 8月15号 85度西事件啊 那这个事件 那我们节目上也都讲过了哈 他又再一次的 刺激了一部分的台湾的民众呢 用参与这个联署来表达 他们对这个事情的不满哈 然后再来就是8月21号发生 萨瓦多跟台湾断交啊 就蔡总统刚刚从中南美洲访问回来之后啊 呃主办单位说啊 他们在短短的二十几天内啊 那么增加了四十万份的联署啊 也就是涵盖在7月24号的东亚清运事件 8月7月13号的85度西事件 跟8月21号的台撒断交事件啊 这短短的这个大概四个礼拜的时间 增加了四十万份哈 所以某个角度来看 这个东奥证明公投 最后联署完成最后成案啊 其实是两岸关系 特别是大陆对台湾的一些压制性的 一个做法所促成的话 有一句这个毛泽东以前喜欢讲的话 叫做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 某个角度看 他体系就是这样一个背景 好 这是第一个背景跟大家说明 那再来就是说 当这个成案之后 接下来的步骤会怎么进行 我们海外的这个观众朋友 可能对公投法的程序 不是太了解 我跟大家简单说明 当公投的提案 正式成案了之后 就表示说 他将会放到年底 11月24号的九合一选举 然后民众的选民 除了去拿选票之外 他也可以去拿公投的这个提案的选票 那么来投说你赞成或不赞成 那跟选举差别的地方是 你选举你进的投票相续 你就是选票一定给你 但是公投的提案票 是你自己可以决定要不要去拿的 这是有一个差别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 因为牵涉到公投法里头有规定 一个公投提案 最后算不算是正式的这个通过与否 它有一个叫门槛的限制 原来在2003年公投法刚刚立法的时候 当时定的门槛 所谓的公投法最后完成的门槛 是要由全部选举人的一半 那么来参与投票 以及参与投票的人当中 超过一半以上是支持的 这个才算通过 那么当时大家就发现到 实际上在执行的时候 最困难的就是那个参与投票的人 要达到选举人的一半 因为历来选举了不起 大概是七成左右 那么选举人的七成来投票 那么你要在这个七成当中 那么你大概叫做 要七成的七成参与投票 那么才可以各位换个角度看 就是这一些来投票的人 只要有三成人不去领票 这个公投提案就不会过 等于是一种少数的可以否决一样 但是在这个今年的修法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公投的门槛 从原来的选举人的二分之一 降低为四分之一 降低为四分之一 以台湾的公民数 跟这个过去的来讲 以及参考九合一选举 可能的投票率来说 大概是需要469万人来参与投票 那469万人参与投票 这个数字到底是不是一个 这个无法克服的难题 不能说完全就一定会順利 通过但是逃无疑问 他比原来的这个要八九百万人 参与来投票 这个就容易的多了 所以呢 除非到时候有出现 民进党政府用公开的去呼吁大家 不要去领票 不要投票 那么但我判断这个可能性很低 因为这个在选举当头啊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候选人 口袂都不乐见 他的执政的政府 跟他的党中央去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这对他选票会影响啊 所以坦白说通过的几率是很高的 通过几率是很高的 好 所以我们现在不妨就来为 那么在11月24号选举 同时会通过这个冬奥证明的公投 来做一个推演 好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那通过了以后 要不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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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他的一个规定来讲 他有约束力 但是他没有一个这种法定的效力 所谓的约束力就是说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直接民意的一个展现 那么你对于政府来讲 这会形成一个压力 那你要去面对他 不可能说你没有用 但是我讲的没有效力的原因 是因为啊 行政院的早在今年6月份 都已经讲过了 因为这个要证明 不是我们自己说改名就改名 你必须是由中华奥会 去向国际奥会提出 最后是由国际奥会 那么来审核 而国际奥会早在今年的5月 就已经表态了说 你如果提案过来 我们不会审核的 不会让你通过的 那我们的行政院长赖清德 这位务实台独工作者 他也在这个 这个月初的时候表态了 他说 根据当时的1981年 洛商协议所安排的 我们中华民国就是用中华 台北的名义参与国际的赛事 这就是现在的做法 他等于也是为这个不要改名 还是继续用中华台北来背书 那如果从这个态度来看的话 那么我认为到时候 那么用不可行的方式 来做一个处理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是可能会存在的 那当然你可能问说 那你这个公投不是白做了吗 其实公投我刚讲过说 它会有对政府 会产生一定的约束力 所谓约束力就是说 你不能都不去注意它 不能不去处理 但是它不见得有法定的效力 我讲个例子 比如说2004年的时候 根据当时的公投法 陈水扁总统当时提出两个公投案 配合选举 一个叫做这个国防 强化国防的公投 就是说要不要采购飞弹 反飞弹的这个武器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主不主张 战不战成叫对等谈判公投 跟对岸的话 要用对等谈判公投 这两个公投的题目 坦白讲 都有一点脱裤子放屁 你这个用这个国防武器增购 这需要用公投来决定要不要买吗 那么对等谈判公投 你跟对岸要谈判 当然是用对等谈判 好 结果两个都没过 因为当时门槛比较高 那么当时的第一个强化 国防公投的这个最后得到的这个 最后投票的是47.17 没有达到50% 那么对等谈判公投 最后是47.12 两个都没过 好 那你说都没过 难道就是说 那都没过的话 那所以呢 我们就不要采购 防御性的武器的吗 你还不是照买 还不是跟美国照买 那你说这个对等谈判公投没过 所以呢 我们就以后跟大陆的谈判 就不用贵 不用要求对等的 那也不是嘛 好 所以回到底讲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 很可能这一场 这个东奥证明公投 最后是白忙一场 不会有结果 但是他的确会付出一些代价 那么这个代价 那东亚清运 这个从始已经没有了 已经就不可能再回来了 现在台中市政府说 要在明年办一个 亚太青年这个国际邀请赛 当然这个跟正式的 这个清奥会 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那但是呢 另外就是大陆啊 会怎么看待这种 到时候通过了 到了这个 十一月底的时候 正式通过的提案之后 这里面啊 恐怕的也步步为营 而且很可能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中国大陆 就会有一些介入的动作啊 那么这会 都会为两岸关系 带来一些不测的影响啊 所以我们讲说 这个随着两岸 第一螺旋的上升啊 那么看到 东奥证明公投成案了之后啊 那么两岸关系 真的很可能是风雨欲来啊 这个当然是值得 我们密切来关注的 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 的一场川蔡通话 就是川普跟蔡英文总统的通电话 那么是国际间瞩目的大事 但最近有人提到说啊 当川普啊 决定要跟蔡英文 台湾这边通电话 告知台湾方面之后啊 说蔡英文居然是吓坏了 呃 实情到底是怎么样子啊 今天要来给你做一个 权威的一个解答 那另外这个台湾啊 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啊 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公投提案 那么已经陆陆续续完成 他们第二阶段的联署啊 那么这些提案将会在年底 跟九合选举一起举行 其中最受到瞩目的啊 就是有一个民间团体 他们推动的这个叫做 东京奥运呢 要希望改名啊 不要再叫中华台北 叫做台湾的名义 要申请到东京奥运能够改名 所以叫做东奥正名公投的联署啊 那么已经正式提交给中选会 而且这个联署的数字啊 远超过要求的标准啊 可能这个会承案啊 这个事情来龙去脉 以及他对将来两岸关系的一个影响啊 今天也要跟你来做一个解析啊 好我们先谈第一个话题啊 最近这个美国前副总统前你啊 他当时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啊 页望辉啊 Stefan Stefan Yed 那他在上个礼拜啊 接受华文媒体的访谈的时候呢 提到 他说在2016年啊 那么川普啊 那么当选美国总统 他是在11月的时候当选的啊 那么台湾的外交部啊 那么有依照惯例提出一个 祝贺通话的请求啊 那当时川普团队里头啊 意见并不一致啊 那国务院当然是反对了 但是川普排除了国务院关于的建议 最后是决定要跟小英通电话啊 那他的讲话的重点在于说 他说没有想到川普政府这个决定啊 竟然把台湾给吓死了啊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协调了两周之后啊 才最后正式的通话啊 正式通话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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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报